國慶日的主視覺 幾乎都看不到中華民國 前幾年甚至還出現 台灣國慶的字眼 立法院席次改選之後 今年國慶的酬委會主委 改成了韓國瑜 國慶主軸曝光 讓人眼睛一亮 中華民國和國旗的元素 通通回來了 去年的國慶 主視覺看不到中華民國 英文甚至寫的是台灣國慶 國會在改選之後 今年國慶酬委會主委 立法院長換成韓國瑜 他強調要辦好中華民國生日 主視覺出爐 確定回歸國旗色調 以紅藍兩色為主 並清楚寫著久違的中華民國 生日快樂 再用梅花與窗花設計 突顯中華民國意象 十字根梅花看得出來 中華民國的感覺 中華民國生日 比以前的更好了 一目了然 很喜歡顏色也搭配得很好 我喜歡主題滿明確 很清楚的 我在參加整個活動 用線條融合我們文化的傳承 包括梅花 作為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花 代表堅韌跟美麗 還具有文化和歷史意涵 過去蔡政府時期 從2016開始 由民進黨立法院長 主導國慶下 主視覺整整八年 都看不到中華民國四個字 國旗顏色也慢慢消失 2017開始出現台灣字樣 接著2021 甚至直接不演啦 大啦啦的放上 台灣國慶日 就這樣用了三年 藍營感慨 今年要不是韓國瑜堅持 都不知道是在慶祝 那國生日 有我們的國花 有我們的國號 重新看到了一個 國慶應該有的樣貌 我相信任何一個熱愛中華民國的國民 都會為這件事情 感到開心和驕傲 國慶日的LOGO 終於回到一個比較正常 中華民國應該有的 所有的相關的符號 沒有人想在這裡面 偷渡任何台獨的元素 立法院由國民黨擔任多數 這個國家還是比較正常一點 對於民進黨強調 要有台灣元素 今年的副標題上 也可以明顯看到 英文寫著 今日美麗的台灣 明日更好的台灣 國花 國號 國氣色 中華民國元素滿滿 國慶大典上國家精神正式回歸